大家好,我是哲说 现在我买菜回来了 买了一个鲫鱼 然后一点瘦肉 还有一块五花肉 主要是今天想测试一下这个 新买的这个锅好不好用 我上面是用的那个铁锅 很会脏锅 所以我想买一个这个不脏锅来炒菜了 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 现在高中的儿子也回来了 哦不,我就炒菜了 哇,还挺重的 这种锅不用开锅的 现在开始缺菜 刚刚范哥说我没必要做这么多菜 他说随便吃啊,一面也可以 我觉得一个人每天忙忙做 如果最起码的生活这样都不能保障的话 那生活还是不容易 所以你要他做饭的话 他绝对是给你最简单化的 今天炒一个青椒肉丝 我们江西人最喜欢用这个红薯粉腌肉 因为炒出来的肉比较嫩滑 和海带有点像 就是上次我在直播间买的全带菜 全是爷 买的是爷 那个梅菜红烧肉的话就往上来做了 今天中午我觉得菜已经差不多够吃了 不要煮太多,要不然会浪费 捞出来 加点盐 现在可以吃饭了 最后你的菜搞定了 怎么样,好不好喝 尝一下你的手艺 现在我们要吃饭了 知道这个什么汤吗 海带豆腐汤 确定是海带吗 我觉得它好吃 嗯,这个像花莲的大豆腐 比较好吃 一块块五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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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